小修轮员忙着将被拉断的路灯杆清除 路上则有大量电线掉落 凶手就是这辆车身还缠着电线的大货车 这里是金融市中山二路65向 8月16号下午来自新北的大货车 已是因为向到上空低垂的电线 加上未注意车身高度 结果不但拉扯到大量电线 还把一支水泥路灯杆拉断 造势的大货车驾驶说发现勾到电线时已经来不及 厂商就会带着我们要去下货 然后他导航就导到这边 因为我弯进来 来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有限高有什么都要先讲 好我弯进来 从这个角度是看不到那边有限高 我进来的时候发现电线已经很低 然后我就慢慢开 因为我平常去别的地方的话 去开电线的话通常会慢慢开 尽量不要拉扯 刚好开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有人警示我已经拉到 对我就停在心脏 这一起意外不但把警用监视器线路扯断 垂落的电线跟波及道停在一旁的特斯拉 白色车身出现多道刮痕 电动车车主无奈回缩意外难免 有处理就好 这个意外难免会发生啦 那就是遇到就是好好处理就好了 对 那你车子目前看起来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有多处的刮伤 对 那这个后照镜可能不知道怎么受损 包括介绍市议员庄敬 能够做得更明确 不管是观光也好 不管是货运运输也好 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道路 让民众不要因为这样而造成 道路上面的困扰 索性这起意外未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也将调阅相关监视画面 厘清肇事缘由 记者张其滕 金融报道